老师以口述的方式学生听完考题之后 就马上在纸上写下答案 这堂课是国语课的期末评量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县福就一直要求各校要进行线上教学的演练 期间草屯镇北投国小召开好几场的线上教学 今年5月19日全国停课后 马上着手进行实际教学 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我们老师都有具备了线上教学的能力 而且我们运用了Google Meet 跟Cross Room的这样的一个软体 线上教学的软体 我们在进行教学 那老师的部分也都很熟练 因为我们平常都有演练 家长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考量到家长的载具的问题 还有家长对于线上教学的 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事后我们就慢慢的去克服 疫情停课后 能实际上课的日数有限 这段时间课程又多以线上方式进行 因应期末评量这方面的问题 学校开会决议取消纸笔的考试 成绩计算着重于期中考的配分 占40% 线上课程占60% 期末的成绩的计算方式 我们就着重在期中考的配分上 占40% 停课以前的成绩 平时成绩 我们就占40% 5月19号以后的线上所有的课程 我们就采集线上的出蓄力 跟线上缴交的作业的情形 来采集20%的配分 县员廖紫佑特别感谢家长的体谅 这一波停课是因疫情发展不得不的措施 并且也呼吁家长在这段期间要更有耐心 和孩子及教师共同协力磨合 并读出孩子完成老师指派的学习任务 学校也表示 线上课程对学生的掌握度比较不理想 虽然透过点名及提问的方式 尽量让学生集中精神上课 但学生各自在家中学习 难免有受到环境的影响 因此对于学生线上课程的水塘考试 学习评量及专注力等 占这个学期总分的60%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